如果去看超市的個案 就比較容易陷入這種 見樹不見林的這個迷藏 怎麼不辦 這個怎麼去查什麼的 什麼秦宇喬什麼那些東西 我都覺得不要去談那些 當聯合報都寫說 不排除約談陳吉仲三人的時候 現在去點名陳吉仲的人 可能 我說可能 可能很快就被打臉了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觀眾朋友 你看這兩位 這兩位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這個是陳吉仲 這個是林聰賢 其實如果宜蘭的朋友 應該知道林聰賢也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跑去投靠性潮流 就現在就變民進黨了 那陳吉仲跟林聰賢 你們現在敲碗點名要辦他 他們可不可能被辦 那就被辦啊 鄭文燦都被辦了 辦個陳吉仲辦個林聰賢 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呢 對不對 所以如果檢調單位 下個禮拜去約談陳吉仲 這三個人 那你就覺得他是辦真的嗎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這些都是假的 不管是我剛剛點名的 鄭文燦的案子 柯文哲的案子 還有陳吉仲案子 都是假的 他是辦給你看啊 你為什麼要這麼投入 這麼認真呢 你應該去問台北地憲署說 你去年為什麼不辦呢 檢察官指揮調查局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一個偵查計畫 你就請這個檢察官 那檢察官還同時還辦金華城 台北地憲署一百多個檢察官 你通通給他辦幹什麼 我跟大家解釋 這個就是紅軍 紅軍跟黑軍就插在這裡 那為什麼我要把案子給他辦 就是檢察長認定的紅牌 叫得動的 聽話的 不會出亂子的 我才把案子給他 對不對 所以像我這種人 如果去台北地憲署 我可能永遠都沒有案子可以辦 他不會給你辦這個 他一定是找他能夠控制的人 去辦這個案子 那為什麼他要拖一年呢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說 你如果單純的去看 超市的計檔案 你是陷在他這個框架裡面 他有沒有辦超市 有沒有辦層級中 我跟各位講 我根本不在意 為什麼 因為已經選完了 不是選完了嗎 所以你看賴事寶 他們為什麼在立法院這麼辛苦 他們去擋什麼中央政府 那都鬼打架 為什麼 因為那個都沒有用 那土老院選完了 你在這上面都沒有用 你要怎麼去看 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是蔡英文他連任的時候 你看他連任的勝選晚會 為什麼副總統的臉這麼臭 贏得還這麼臭 給你當副總統 你還不高興 他當然不高興 賴清德2020蔡英文 817萬票連任的時候 賴清德是這個表情 為什麼 他恨 恨什麼 我解釋給你聽 你看這個是民進黨2020 跟2024的總統的得票 差了幾% 差了17% 嚇死人 立委掉了10席 而且這10席都是區域立委 民進黨輸得很慘 所以現在才在立法院 要看傅昆琦的臉色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沒有過半 那我請問大家 民進黨的得票 你看這得票差這麼多 差200多萬 賴清德有這麼爛嗎 還是蔡英文你這麼好嗎 不是啊 那我請問大家 這筆帳要算誰的 是誰的問題 我請問大家 是賴清德的問題 還是蔡英文的問題 當然是蔡英文的問題 對不對 賴清德這樣子險勝 只拿到40% 連過半都沒有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是蔡英文的問題 因為在2018年的時候 蔡英文的民調只有15% 這是TBBS從蔡英文執政這班裡面 最低這裡 最低最低的時候 就是韓國瑜贏陳其邁高雄市長的時候 蔡英文只有15% 九合一選15% 所以賴清德毅然決然的 他直接要挑戰 一度在黨內出選的時候 賴清德領先20% 如果你是賴清德 本來是我要選總統 我贏的 我是扣你黨內出選 你動用網軍 動用國家機器 把我做掉的 對不對 你的民調這麼差 賴清德當然就挑戰 你剩15票 你也好了 蔡英文怎麼從15%逆轉勝的 本來賴清德還領先 他20%之多 馬上就被弄掉了 所以你現在看說 賴清德執政這麼不順利 他要做什麼 他當然要清理戰場 就是你蔡英文之前 留下的這些弊案 被國民黨當作破口的這些弊案 雞蛋是一個 對不對 快篩也是一個 高端也是一個 他後面會繼續辦 這個我對賴清德很有把握的 各位觀眾朋友 柯文哲說他之前 賴清德的支持度是49% 你看這是TVBS 8月26號公佈的 這是總統大選的這個支持度 然後說賴清德就只1% 再讓你投一次你會投誰 柯文哲掉了8% 賴清德多了9% 在柯文哲被刷之前賴清德49% 那我請問你 柯文哲被刷之後賴清德50幾% 有沒有可能 早就50幾%了 50幾% 對不對 所以他要去辦這些人 我覺得是在幹嘛 就把連他去辦蔡英文 我也不會意外去辦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為什麼民進黨在這一次的總統 跟立委的表現不好 是蔡英文第二任執政拖累的 所以賴清德臉上無光 賴清德現在開了綠燈 辦了鄭文燦 辦了柯文哲 去辦陳吉仲 那就辦 陳吉仲本來就是應該砍頭的 陳吉仲 你當年在賴清德 當台南市長任內 你是怎麼罵他的 我都還記得 賴清德會忘記嗎 你覺得賴清德會忘記嗎 我在做起定位 所以就是南鐵東儀那個案子 你們有多少農政的 那些專家選擇 包括林非凡 林非凡是投降的 才去當國安會副秘書長 林非凡當初也是痛罵賴清德 強徵土地什麼的 亂七八糟什麼 不顧人權什麼的 不是都你們罵的嗎 現在辦你是剛好而已 所以觀眾朋友 你不要去看 超私雞蛋案的本身 為什麼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以為說 賴清德真的在樹灘 可是請大家看一下 這些案子是誰包庇的 2017 2021 2023總統是誰 不都是蔡英文嗎 蔡英文你當時為什麼都不辦 蔡英文你如果當時辦的話 民進黨會選這麼辛苦嗎 你為什麼要包庇這些人 蔡英文你為什麼要包庇這些人 你看賴清德當上副總統 為什麼不高興 你這些東西都是蔡英文包庇的 當然要辦 而且賴清德是獲得掌聲的 為什麼 他不用去討好很藍的 或是很白的 打死你們 你們也不會投賴清德 他不需要你們的票 賴清德只要把中間選民的票 挖一點過來 他2028能夠50%加1當選 他就贏了 我管你什麼藍白河 柯文哲無罪又怎麼樣 柯文哲去跟國民黨合作 我50%加1我就贏了 但我也不用再怕你藍白河了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賴清德的樹灘是政治動作 蔡英文開紅燈是錯的 總統怎麼可以開紅燈 賴清德開綠燈也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司法檢調 他是為民進黨服務 我問大家 王毅川的青鳥 幾個月的為什麼不辦 你辦 王毅川不是那邊掰說什麼 我去監控那些青鳥 然後大家的手機信號什麼誰 你去過誰的晚會 去過柯文哲的晚會 他不講一大堆嗎 台北地検署有辦嗎 王毅川是證人 他有搜索嗎 當然沒有 有什麼收押 交保 都沒有 我從王毅川的青鳥案 就可以告訴你 台北地検署是聽民進黨的 現在辦這些超市 這個也是開綠燈才能辦 那你去年為什麼不辦 我剛剛不是講偵查計畫嗎 你叫那個檢察官 把偵查計畫拿出來給我看 你12個月都不辦 當什麼檢察官 這民進黨的叉叉 賴清德的叉叉 你不用為他鼓掌 但是觀眾朋友 我要講很悲哀的是說 大部分的民眾是看不懂的 就覺得辦鄭文燦 辦柯文哲 辦超市 賴清德有動起來在辦的 他就跑去支持賴清德 傻到這樣 好騙 壞行 愛情 還怕死 台灣人的特性 這沒有辦法 這個我講到燒聲也沒有用 好不好 我這邊恭喜賴清德 為什麼賴清德的民調 我剛剛特別跟他強調 觀眾朋友 這個是我自己研判的 賴清德49 在柯文哲收他之前 柯文哲收他之後 賴清德應該是破50的 為什麼 因為哈韻儀非常的不友善 我上禮拜跟他人說 我不要再遇到賴世保 賴世保今天又來了 我剛剛遇到他 賴世保就不好意思 但是也沒有關係 因為賴世保風度非常好 因為國民黨太爛了 所以賴清德輕易的 就超過50% 就這樣子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